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肺癌是一种原发在肺部的恶性肿瘤 跟很多其他的癌症一样 肺癌也是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 但是很遗憾的是 很多肺癌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 那有什么症状能够帮助我们提前识别肺癌吗 有的,一般来说呢 肺癌来临之前呢,身体会有以下一些改变 首先就是粗,这里指的其实是大 比如像淋巴结变大 做胸部或者CT或者胸偏的时候 就会发现肺门淋巴结肿大了 甚至身体头颈部有转移时 也会有淋巴结肿大 如果肺癌转移侵犯了后反神经 可能会引起声音嘶哑 而不是声音变粗,大家要知道 那痛,肺癌的患者呢 本身可能会有胸痛 尤其是当肺癌组织侵犯了胸膜的时候 胸膜会有很多痛绝神经 有炎症都会疼痛异常 像呼吸痛,咳嗽痛 那如果肺癌不侵犯胸膜 那么不一定会有胸痛 这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原因 没有疼痛不会引起重视 此外呢,如果肺癌转移到了别的器官 也会引起疼痛 比如说转移到了肝脏 侵犯了肝脏的膀膜 那也会引起肝脏疼痛 如果转移到了骨头 会引起骨痛 另外呢,就是多 就是说胸水增多 那么我们正常人平时呢 也是有一点胸水的 那胸水的作用就是润滑肺部的胸膜 但是如果是到肺癌晚期呢 累积到了胸膜 那么胸膜会分泌更多的水分 导致胸水增多 有的时候呢,会是血性胸水 做B超或者是胸片 或者胸部CT呢 都能够发现 这个时候胸水过多呢 就会引起患者 像呼吸困难、喘憋 需要做胸腔穿刺来抽胸水 才能缓解症状 有可能今天抽了2000毫升水分出来 明天又会再涨 胸水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这就是癌性胸腹水的特征 特别容易涨 那此外呢 肺癌还会有像咳嗽、咳痰 卡血、体重下降 这些症状 如果一旦转移到了肝脏呢 就会有腐痛、腐胀 以及消化不良这些症状 总之呢 肺癌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 一定要警惕 中老年人如果吸烟 一定要戒烟 或者每年都要体检 做胸片 或者是低剂量胸部CT 争取能够尽早发现肺癌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